大家好 我是德哥 一个专注分析德云社的男人 快来订阅YouTube德云那点事 了解你不知道的德云社吧 探索相声演员背后的故事 少年成名的他生活却颠沛流离 因为天赋异禀被启蒙老师占为己有 不但被迫改姓跟父母失去联系 最终还因为父母和老师的矛盾 错过了2007年的央视春晚的上台机会 这个有着如此坎坷经历的少年就是陶阳 1997年的陶阳从小最喜欢戏曲 小陶阳在七岁的时候就拿到了小梅花奖的一等奖 11岁还登上过央视的戏曲晚会 甚至因为京剧唱得好得到了领导人的接见 正如郭德纲对陶阳的评价 江西一省的好风水都集中在这孩子身上 但少年成名的陶阳也曾遇人不出 在结识郭德纲之前 陶阳的经济天赋被沈阳细笑的 王福中挖掘 并将人带去了沈阳细笑 正因为当时的陶阳年龄比较小 王福中还任了陶阳做一子 接着陶阳很快凭借着出众的实力 在各种比赛中获得了不少的奖项 按理来说这本应该是件好事 但偏偏这时的王福中太过贪婪 妄图占有这个有着京剧神童称号的陶阳 他先是私自将陶阳改名为王陶阳 后来为了彻底让陶阳变成自己的私有物 甚至还不让陶阳和父母见面 陶阳的父母在一次次领悉不上陶阳的情况下 也终于察觉到了不最近 为了让陶阳回到自己的身边 双方很快便开始了一场对战 这变是当时轰动京剧界的抢陶阳事件 意外结识郭德纲 两人成为望年交 抢陶阳事件的最后 以新生父母获胜告终 但作为孩子的陶阳 却在此次纷争中变得沉默寡言 直到2007年时 在天津演出的郭德纲 正巧遇到了陶阳 而两人的第一次见面 郭德纲便被陶阳惊人的天父所折服 后来在命运的驱使下 郭德纲将陶阳收作干儿子 还把人放在了云字科 特意取名为陶云胜 并且还允许陶阳保留本名不用一名 由此可见郭德纲的偏爱之心 也正因为恩师郭德纲的突然出现 陶阳来到了德云社 这个大家品名成为了其中的一员 但由于陶阳的天赋 小的时候不管郭老师教什么 陶阳总是学的最快的那一个 对于众多师兄弟而言 陶阳就是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 尤其是少班主郭麒麟 有时候大林觉得自己唱的还不错 可以听陶阳唱的 立马变自卑的低下了头 小陶阳与大林而言 就是童年阴影般的存在 这一点在翻车版画扇面中 大概可以很好的体现出来 打头阵的大林率先唱出了词 随后众师兄弟全员翻车 最后唯有小陶阳立马狂澜 开嗓声音就高了八度 配合着北斩的掌声和贺彩声 险些把楼层给掀翻 见此情景郭德纲的脸上 终于是喜笑颜开 陶阳学习相声遭外界质疑 郭德纲霸气回击 众所周知 对于京剧表演者 倒舱就犹如第二次重生 是一次不可避免的人生之旅 哪怕是有着京剧神童的陶阳来说 也是如此 陶阳在倒舱之时 经历无数的劫难 声音再难回到往日的清妙 对此陶阳十分的害怕 他担心自己以后再也唱不了戏 而身为陶阳义父的郭德纲 被这次忧心忡忡 经过深思熟虑过后 决定让陶阳学习相声 用郭德纲的话来说 就是相声与戏曲 一人端两碗 至少饿不死 但外界不知其情况的人 却妄加揣测 对此郭德纲也是强硬回击 外界的大多数人 只看到了陶阳名院上的得失 丝毫不为其未来情况考虑 但郭德纲是懂航的人 他深知 导舱对京剧演员的重要性 于是早早地让陶阳 掌握相声的入门窍门 以保证在导舱期间 陶阳的生存技能 对于师父郭德纲的一片心意 陶然有人于心 共懂得其一片苦心所用之地 他作为相声的入门者 进步也是十分的迅速 郭德纲更是大家的赞叹 以后是不凡之才 幸运的是 老天还是眷顾陶阳的 在导舱期过后 陶阳嗓音就恢复了 师父郭德纲对此 也是倍感欣慰 于是在陶阳导舱后的第一次登台 身为师父的郭德纲 特意穿上许久未穿的长盲 表示支持 正是因为有郭德纲的支持 陶阳才能这般顺利的 再次实际戏曲 不知道大家如何看待此事 我是德哥 咱们下期再见 同为郭德纲的亲儿子 凭什么郭麒麟从小挨打挨骂 郭焚羊却能受尽宠爱呢 郭焚羊身为郭德纲的小儿子 可谓是含着金汤勺出身的 一生下来就可以享受父亲 打拼来的荣华祖贵 与此同时呢 他还备受大家的喜爱 都知道郭德纲对郭麒麟啊 一直都是很严厉的 但对待郭焚羊时 却是个慈父 可以说啊 是十分的宠爱 时不时就会抱在怀里 每当谈起郭焚羊 他闲力的喜爱呢 就无法掩饰 平日里 他和妻子王慧 更是舍不得 让小儿子受一丁点苦 直言 不管他要什么 都会尽力的满足 不论要什么都必须得买 很显然 不管在物质条件 还是在精神条件上 郭焚羊都是极为的受手 当哥哥郭麒麟呢 都不一样了 早年郭麒麟 是跟着郭德纲 一起受苦过来的 那个时候郭麒麟啊 也没少挨过郭德纲的打骂 对于郭麒麟 是相当的苛刻 忠孝人意 你一定要懂 而且在你的家里边 有其他的外人 你不能觉得 你得别人高一头 我在家里 把他管好了 远比他出去 人五人溜了 让别人啪 一大嘴巴打完 回来我心疼 我该骂的都骂了 该管的都管了 我儿子什么都懂 他出去不会吃亏啊 哪怕现在的郭麒麟 长大了 但同父亲 郭德纲相处起来 总是感觉 还有点距离感 而这正和郭德纲 从小教育 郭麒麟的模式 有关系 必须要上自尊 这么大的孩子 把他所有的自尊 全部打掉 他就明白了 我把他欺负够了 远比他出去之后 让外人欺负他 我心里好受 郭德纲为小儿子 改变教育方式 提起郭麒麟同年 满是后悔 有人问过郭德纲 为什么要这样 教育郭麒麟 郭德纲说 因为自己吃过很多苦 人情冷暖 他最能体会 在家里把郭麒麟 骂够了 出去别人 就不会再骂郭麒麟了 现在郭麒麟 用自己的努力 和实力 证明了自己 但每当 谈起自己的成长经历时 他表面上的风轻云淡 都无法掩饰自己 对于这种 打压式教育的介怀 而郭德纲 更是每次提到 郭麒麟的成长 言语之间 也尽是遗憾和后悔 天下父母 没有不疼儿女的 说郭德纲 不疼郭麒麟 那是假的 想必也正因为如此 郭德纲 才在郭焚洋出生后 改变了自己 曾经的教育模式 由之前的严科管教 变成了如今的散养状态 虽然很少见 郭德纲晒自己 小儿子的照片 但不难发现 其实 郭德纲早期 就带着自己的小儿子 登上过德云社的舞台 由此可见 他对小儿子 真的不是一般的重视 可以说 是非常的宠溺 虽然 两个孩子的教育模式 不一样 但却同样都承载 郭德纲 望子成容的期待 郭德纲直言 支持小儿子 未来的选择 唯一要求 便是郭焚洋 不招灾惹祸 虽然郭德纲 很少在网上 晒郭焚洋的照片 但在一些采访中 却处处有着他的名字 在之前的一档节目中 郭德纲被问到 是否有为郭焚洋的 学业问题担心过 他的回答是没有 因为自己连初二都没有上过 不一样去演讲了 很显然 郭德纲认为 自己小儿子 就算学习不好 那也没关系 因为 自己也是个 没上过学的典型的例子 可以说 郭德纲对于学业这一点 是非常的开明的 而当问到 是否会让郭焚洋 未来子成副业时 郭德纲依旧是开明的表示 支持郭焚洋 未来的任何选择 对于小儿子的要求 也不多 就是希望小儿子 可以顺其自然的发展就行 没有像郭焚洋那样的 严苛要求 不过 郭德纲虽然这样 对于小儿子 没有什么过多的奢望 但他 依然有着一个 最基本的要求 别招灾惹祸 有口饭吃 能养活自己就行 可以说 郭德纲对于小儿子的要求 可是真的简单 尤其是 有哥哥郭焚洋的对比 更能从中看出 郭德纲对小儿子的放纵 其中 不难理解郭德纲的想法 早年的他 事业正在发展中 必须要把唯一的儿子交好了 这样 郭焚洋在未来 也能够自谋出路 而郭焚洋出生时 一切都已稳定 自然 是能够多给他一些好的 就给他一些好的 正如那句话 天下父母 没有不疼儿女的 不知道大家如何看待此事 我是德哥 咱们下期再见 初中没毕业的郭焚洋 却能拥有万人称赞的好家教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郭焚洋虽说年纪轻轻 但是为人处事啊 极其稳重 在之前的一档 综艺节目上 当宋男男看的 迟到的郭焚洋说道 不禁让人感叹 叫哑是真的强 郭焚洋参加节目 遭知名导演炮风 用实力隔空打脸对方 在节目录制现场 与郭焚洋和 其余嘉宾一同 在烈日炎炎下 接受采访时 随于现场阳光过于谎眼 主持人提议 并让工作人员 为他们打散遮阳 这时 郭焚洋听到 视频已经发出 不少网友纷纷感叹 真的是细节见人品的 其实不止在这里 在很多时候 郭焚洋都体现了 超高的情商 为人处事方面 让人挑不出一点毛病 在最强大脑 节目录制途中 知名导演刘信达 在网上发文质问 他个人认为 郭焚洋只有初中文凭 根本不配参加 这样一个有智商 有深度的节目 还警告郭焚洋 最好在一个月内退出 对此郭焚洋 没有为自己辩解 只是在节目上 用实力 狠狠地打了对方的脸 那你们看到没有 是空白正方体 有十一种展开方式 但是我们现在 手里拿的这个 你们有没有发现 它不是空白的 对 它每一面都是独特的 没错 六个面的图案都不一样 又有多少种展开方式 这就是四种 然后再加上有六个面 四六二十四 二十四乘十一 二百六十四 可以啊 你这个数学 脑亡了 我已经脑亡了 虽然学历是郭麒麟的短板 因为学历经常被人看不起 但没学历不代表没文化 从学校退学后啊 郭麒麟并没有停下学习的脚步 而这一切的努力 在一次次的节目中 完美地呈现给了屏幕前的观众 没上过什么学的郭麒麟 却能够让大张伟看傻眼 在最强大脑节目中 郭麒麟夸奖一位 本科硕士博士 都在清华的三清学霸 引用了风神演义中的 老子一气画三清 希望这一气对你来说是气势 也是气韵 郭麒麟用老子的三清 来比喻清华的三清 巧妙运用谐音梗 这样有文化的语言 想必不少人 第一时间是想不出来的 而漫游记节目中 郭麒麟更是毫无障碍的 全程用英文与服务员交流 见此情景一旁的钟翰良 对郭麒麟是一脸的崇拜 还有密室大逃脱节目中 郭麒麟带大家闯关 高能表现一个接一个 就连大张伟都忍不住 对郭麒麟夸赞道 郭麒麟真的 你这个当艺人真的是可惜了 你应该 华罗庚那边人家找你 你应该是个科学家 你知道这么多都这个吗 我好厉害 我根本看不懂 他根本不是个艺人好吗 他明明是个数学家 郭麒麟虽然 初中之后就不再上学 但他却在那之后 一直留在表演社学习 他的为人处事 待人接物的礼貌礼仪 就由郭德纲亲自教育 郭德纲对他从小也是 颇为严格 在早年的一档节目中 郭德纲就曾直言 在我家里每天 十几个徒弟都来 郭麒麟到今天都是如此 吃什么先得问 爸爸这个我能吃吗 不行 他们吃完你再吃 这是一个备本尊敬 这是必须的 忠孝人意 你一定要懂 而且在你的家里 有其他的外人 你不能觉得 你比别人高一头 我在家里把他管好了 远比他出去人五人六的 让别人啪 一大嘴巴打完回来 我心疼 我该骂的都骂了 该管的都管了 我儿子什么都懂 他出去不会吃亏 也正因此 郭麒麟不论对待别人 还是对待自己 他都能够拿出平常心来 不知道大家如何看待此事 我是德哥 咱们下期再见 作为德纲社帮主的郭德纲 现在的名气 是响彻国内外的 自1996年创办德纲社以来 以郭德纲为首的德纲社 在相声街一军突起 让许多人重新拾起了 对相声的兴趣 风风雨雨二十一载 如今的德纲社越来越红火 规模也是越来越大了 不少相声界的新人 都渴望着拜郭德纲为师 头顶德纲社的大光环 然而有这样一个特殊的人 他绝对是个例外 六月的时候 郭德纲便追着要收起为徒 还特意留在了云字坑 此人姓于名思阳 正是郭德纲老搭档 于谦的大儿子 他叫什么名字 我叫 名思阳 我两岁大 爸爸是谁啊 爸爸是于思阳 于思阳又名于子杰 郭德纲赐一名于云庭 别看他年纪小 却是郭德纲第一批的徒弟 年月云鹏都得叫他一声武哥 正所谓虎父无犬子 名师楚高徒 人小鬼大的于思阳 十分向往舞台 非常希望可以像师父和父亲那样 站在台上表演 于是呢 在一次演出快要谢幕时 于思阳便偷偷地跑上舞台 饿得台下的观众哄笑一团 不明所以的郭德纲转头一看 无奈地将他抱上了桌子 小小年纪的于思阳 见此毫不戒场 站在父亲和师父中间 大方得体 一手小曲儿蒙翻全场 饿得师父郭德纲 人生夸他 有天赋 那你打算唱什么呀 嗯 我是一个兵 今天大伙一会儿 为我闹闹地给您唱一个开场小唱 你是来提唱过的吗 于思阳凭借一起之力 回调电影社的开场小曲儿 郭德纲却满脸笑意 依旧对他宠爱有加 在2011年的中秋刚速节演出上 在一众弟子中小小年纪的于思阳 一出场便吸引了全场的观众 在舞台上露出了甜甜的笑容 更是惹来众多的粉丝尖叫 随后在郭德纲讲话时 淡定的和台下的观众聊了起来 惹得全场哈哈大笑 一盘的郭老师啊 见词忍不住吐槽道 你是来踢场子的吗 好不容易等郭老师 稳住场子准备唱开场小曲儿时 于思阳又开始了他的新操作 先是直勾勾地盯着台下的小姐姐 后又热情地和台下来了个隔空拥抱 这一波操作下来啊 可谓是抢了全社所有人的风头 按郭老师的话来说 瞧着当时的情况 郭老师说的还真有可能 说起于思阳喜欢看漂亮姐姐这件事啊 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 郭老师就曾在一档节目上 亲自揭露了于思阳 对于欣赏漂亮姐姐的执着 要不是郭老师亲自爆料啊 谁能料到三四岁的小孩竟然这么喜欢小姐姐 虽然郭老师看似在吐槽于思阳 但话里话外呢满是宠溺 要说于思阳能有多受宠 就看他在郭德纲面前有多大胆 德瑞社其他弟子啊 见到师父郭德纲都是挥挥挥挥挥的 唯有于思阳感同他叫板 还大胆的放话 要炸了郭德纲的电脑 他呢是郭老师的徒弟 郭老师楼上楼下两台电脑 楼上那台呢基本上不让别人动 都是他的资料 楼下那台是孩子的玩 师父我想玩玩玩游戏 我想玩玩这电脑 郭德纲就说 哎呀孩子那个你上楼下了 这个是师父写作用的 看运气 你玩吧 一会电脑炸了就炸死你 郭德纲没气的没辙没辙的 除了放话要炸郭德纲电脑外啊 于思阳就连有起床气的郭德纲也敢惹 郭德纲这人有个习惯 那就是不愿早起 身旁的人平日里都不敢打扰郭老师睡觉 唯有于思阳天不怕地不怕 可以说能让郭德纲的起床气收敛的 也唯有于思阳了 虽然于思阳一直向往舞台 但在成长过程中啊 却极少的露面 反而呢是专心与学业 直到学校的一场汇报演出 于思阳才同父亲于谦一同同台演出 你说起 暴风雨 长花女 包生公 瓦盖吉 诗涵 红锅曲 红与黑 挑成记 女神 岳阳三国演绎 诗涵 三世 狂日记 阿班吉取了美洋洋 美少女 嫁给龟太郎 我演拿起京都棒 奥斯曼大战光头祥 通过视频可以看得出来 于思阳的基本功是十分的扎实 可见平日里 也是没少练习相声基本功的 不少网友看后 纷纷喊话郭麒麟 表示希望二人 能搭档一回 圆了粉丝的梦 不知道大家如何看待此事 我是德哥 咱们下期再见 收徒弟的标准是什么 当年跟现在不太一样了 当年什么标准 当年来说 试这个条件 试这个材料 能把相声说好我就愿意要 跟长相没关系 因为我们这行不要长得太好看的 我就已经算是颜值最高的 您干的 您干的 就是不要长相好 郭德纲曾经说过 看他们这行的 以前都是歪歪裂造 没一个好看的 但现如今 随着时代的发展 对相声演员们的外形要求 也慢慢高了起来 虽然说人的外貌 除了整容是无法改变的 但是身材却是可以通过后天锻炼而塑造的 而在德纲社里 就有这么一些励志的卷 通过自己的努力不但减肥成功了 还顺便将自己的颜值提升了好几个档次 今天啊 德纲就带大家来聊一聊 德纲社减肥成功的卷都有谁 首先要说的肯定是少班主国麒麟 摔肉几十斤之后 瞬间就成了个清新少年 如今的这个颜值啊 难怪有这么多粉丝喜欢 就连师兄弟啊都忍不住调侃 笑称少班主这是产后恢复 至于德纲社的演员 为什么大哥都是胖子呢 原因很简单 首先是因为郭德纲老师坚持出来混饭 饭就一定要吃好吃饱 还有就是他们演出结束 经常是半夜了 吃饭时间很晚 想要在这样其乐融融的大家庭减肥啊 真的是很难啊 不仅要尽宵夜 还要抵制丰盛的伙食 还要和身边的人抗衡 不得不说 这都是一群有毅力的人 周九良减肥失败 再次变回毛茸茸 杨九郎逆袭成功 化身大白瘦囊 黄青国企减肥成功啊 除了郭麒麟 还有一位正是王九龙 不仅如此呢 他还是带着搭档一块逆袭的 可以说现在不仅是颜值上升 就连整个人的气质啊都变了 不论是正脸还是侧面 都是妥妥的写着好看二字 我相信我可以这三个字 很多姐妹啊都要喊累了 还有三清元小霸王养九郎 也是成功的逆袭 从之前的大白囊 变成了如今的大白瘦囊 满屏都是心动的感觉呢 还有如今的健身达人烧饼 可见胖子都是前力骨 虽然减肥成功 但要保持起来却不容易 这个减肥天团啊 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比如小先生周九良 明明已经瘦身成功了 现在又变成了毛茸茸的状态 让颜值粉啊很是着急 天天喊着要小先生减肥 不过又德哥说 酒良毛茸茸的样子 还是很可爱的 说起来德恩社 不仅是个减肥胜地 还是个酒懵子的培养基地 喝懵了的秦萧贤 直愣愣的往门上撞 何九华醉酒演出说错词 遭搭档嫌弃 众所周知啊 张赫伦曾一人喝倒过整个七队 把某位左臂上的 闻着大沙四方的北京小爷 喝倒是吐舌卖萌 最可怕的是 这位小爷第二天演出时 还都没醒酒 看对说错词的搭档 酒席一边嫌弃 一边又得接着往下入活 气的是酒席直说 不得不说 伦哥这劝酒方式也太挑衅了点 难怪能把一整队都喝趴下 也正因为这件事的发生 让孟赫堂定下了新的对规 只要张赫伦一端起酒杯 七队的人就赶紧跑 由此可见 张赫伦的酒量可以多让七队忌惮 他不仅能把七队队长孟赫堂喝到害怕 还能把自家队员张九南喝到放声痛哭 有人喝醉 哇哇大哭 也有人喝醉 训斥自家的队长 六队酒神高酒城 一杯酒啊 刚下肚 还需要二十分钟的酝酿时间 一会儿 这杯酒 我喝了它 二十分钟之后 我再说什么 都别谢啊 果然 二十分钟后 整个画风突变 被称为酒头最后的温柔的酒城 竟然 直接淡在酒桌上指点江山 整个视频里 酒城说的话 没几句是能放出来的 唯一听出来的那几句 是他把队长逊得跟孙子似的 难怪看过视频的网友都说 不能让酒城喝酒 不然喝酒前 酒城是六队的 喝酒后啊 六队是九城的 不知道大家如何看待此事 我是多哥 咱们下期再见 看完了张九南的这个节目 我觉得我得吃包辣条 压压惊 张九南唱歌 吓得师父吃辣条压惊 王九龙上演 摸头沙 整梦鱼签 今天 德哥就带大家来看一看 德云社到底还有多少 惊呆师父的名场面 众所周知 德云社的黑粉啊 往往都来自于德云社内部 自家师兄弟之间 护黑起来那是一点不留情面 甚至连师父郭德纲都不放过 如果非要从他们之间 找出一个敢杂卦师父的 那坟王张克伦 绝对当之无愧的排在第一 不管是调侃师父的个头 还是用小娟来调侃签大爷 对于张魂人来说 都是信守年来 就在德云社风向的时候 他就给鱼签啊 献编了一段 谁在山中点了一只眼 烫头喝酒 应该是鱼签 狐林放火 人人有则 大爷被罚了五千元 这种献编小曲 对于德云改编小王子来说 自然是so easy 而张克伦作为德云六队的队长 他的队员张久南 很快从他身上学到了精髓 甚至呢 还隐隐有了青出于蓝 而胜于蓝的势头 虽然之前因为没有把握好分寸 在跟观众互对的时候 被起诉 从而停掉了他半个多月的演出 但随着他越来越沉稳的表演 终于在2020年开箱的时候 迎来了上台的机会 当师傅在返场挨个儿介绍的时候 却突然把他的字给摘了 直接喊出了他的本名 张建宇 而他也没有辜负师傅的期待 直接唱道 让我们当心上讲 张久南这唱完可不要紧 直接把师傅吓给 非要吃包辣条才能压惊 德云社的反场有多刺激 罗云平跳舞直接惊带郭德纲 在德云社风向演出的时候 一向严肃的鸾副总参加了年轻人的游戏 和秦 秦宵贤和九华烧饼周九良一块社会摇 随着老秦领头的喊卖话音刚落 就看见他们一起摇了起来 万丈高楼平地齐 辉煌只能靠自己 社会很单纯 复杂的是人哪 这向来一本正经的 鸾云平 也瞬间变成了全场的焦点 不过话说回来 这轮副总这舞跳的也不赖呀 而当轮到王九龙上台的时候 站在一旁的签大爷 瞬间就成了工具人 来我给您表演一个摸头沙好不好 什么叫摸头沙呀 您不知道吧 你来了 我告诉你啊 这个还挺好看的 鸾大爷先是一脸懵 等他回去之后啊 那一笑算是明白了 这工具人简直是实锤呀 当养九郎上场的时候 一张口就唱了起来 书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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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飞机的书科 谢谢大家 而一旁郭德纲和鱼鸾却没有听清 还以为他说的是树口水呢 流浪的人 德云社演员反常有多吓人 孔云龙Rob让郭德纲后退三步 飙哥气的师傅连站都站不起 德云社众多徒弟中啊 三哥孔云龙是一个另类的存在 虽然云自科大部分师兄啊 都有了知名度 唯独他不温不火 好不容易上了热搜啊 也是黑衣男子的称呼 虽然老愣是一个过渡 可至此之后啊他也算是一举成名 而在天津分社的反常演出时 三哥直接来了场喊麦 尽管他是被师兄弟们硬生生绑上去的 但一开口就能把郭德纲吓得逃离了画面 这一唱完不仅站在后面的师兄弟惊呆了 就连师傅也被他吓得连忙退后了起来 可当烧饼上台唱歌的时候啊 师傅却一脸嫌弃 看来除了惊讶师傅还会前气啊 而当彪哥唱歌的时候那直接气的师傅蹲在脚落里 看彪哥卖力的演出 在看郭德纲又疑惑又苦恼的样子 连鱼谦都在旁边乐呵呵的看热闹 咱也不知道这彪哥的声乐是不是他教的 竟然这么不好听 看着这些时时刻刻都在作妖的徒弟 郭老师怕是后悔受了这些妖魔鬼怪了吧 不知道大家如何看待此事 我是德哥 咱们下期再见 一场大雾差点阻断德约社的发展 高峰果断承担责任救了郭德纲 王捧习征梦彻底封神 今天德哥就带大家来看一看 总教习高峰对德约社到底有多重要 在德约社高峰可以算得上是郭德纲的左膀右臂 他凭借着自己出众的相上才华和过人的功底 一个人担起了教学的重担 因此呢 他也有了德约社总教习的称号 而每当郭德纲谈起高峰时 他总会发自肺腑的说 高老师这类是另一回事 这是直眉瞪眼奔着老艺术家方向去的 啊真的 这个咱实话实说啊 咱从中国现儿界 50岁以下的演员来说 如果说按基本功来说艺术水平 前三名高峰占俩名额 说起高峰和郭德纲的缘分呢 时间还要倒回到2005年 那一年相上前辈范振玉和金文生两位老先生 多次向郭德纲引荐高峰 可是由于郭德纲一直在北京忙发展 他与高峰二人一直没有机会见上一面 直到六月份的某一天 郭德纲回到天津去看望金文生先生的时候 金文生立马留住了他 声称这次一定要见一下高峰 郭德纲明白能被两位老先生极力推荐的这位 很显然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听着两位老先生最高峰的各种称赞 郭德纲留了下来 可好巧不巧的是 那天就是怎么也联系不上高峰 直到深夜打了三个多小时的电话 两个人啊这才见上一面 也正是那个时候了 两个人开始有了合作 可就是高峰的出现才让德纲社彻底的在天津站住了脚跟 高峰拯救德纲社天津首演于水火之中 郭德纲果然没有看走眼 在天津举办相声专场之前啊 德纲社在北京早已站住了脚 可尽管德纲社在火 也只是倾限于北京城 当时就能在天津举办一场 不仅能风风光光的一景还乡啊 也能让外界对德纲社刮目相看 天津的观众 演技可是极高的 为了这场演出 郭德纲费尽心血 从大礼堂到大戏院 一场上万的租金 对于那时的郭德纲来说啊 就是一场赌局 然而在万事俱备的时候 老天又跟他开了一个大玩笑 就在演出当天一天中午出发时 那场大雾依旧没有散去 导致从北京出发的他们困在了高速 而距离演出开始只有短短的几个小时 他们只能临时买票 可尽管再快 他们也没法及时赶到现场 所有演员全部被困在了高速 导致原先制定好的计划呀 被全部打乱 就在郭德纲心急如焚 离演出还有不到两个小时的时候 高峰突然出现在了郭德纲的面前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郭德纲一把拉住高峰 换上大褂就登台演出了 两个从来没有合作过的人 愣是在没有对词的情况下 演完了一段西争梦 甚至高峰还现挂了几个不错的包袱 这场西争梦喝了半个多小时 台下掌声不断 高峰也成为了整座天津首场的关键人物 而郭德纲不仅赢得了家乡人的认可 也顺便狠狠地打了同行的脸 高老师很可爱 他也很 基本功很扎实 应该在这段年龄的相声演员里边 没有人再比高老师强 您可别这么说 被郭德纲重用的总教席高峰 真的称得上德云镇宅之宝吗 郭德纲在介绍相声演员的时候 对两人的评价是不争名不争利 一个是侯镇 另一个则是高峰 出生于1983年的他 就有着1938年的老成 对于他的相声功底 郭德纲曾经给予过极高的评价 只要能听懂高峰的相声 那么你的相声层次就又高一层次 他的相声功底连郭德纲都自愧不如 作为德云社的总教席 高峰不仅要督促自己的相声事业 也要为整个德云社的学员操心 云鹤九霄 除了云鹤这两个课地址 是郭德纲教出来的 其他人基本都是高峰给教导出来的 这份工作就和罗云亭的代仪是一样的 都属于那种受累不讨好的活 郭德纲把传道授业解惑的责任交给了他 甚至还视为镇宅之宝 自从高峰加入德云社以来 从来没让郭德纲失望 而当初老先生的惠儿石珠 也是德云社能大火的关键 不知道大家如何看待此事 我是德哥 咱们下期再见 后来刚开始冒头的时候火了 也膨胀过 也膨胀过 跟那媳妇说 你说我现在台上挺火了 这个高峰老师没我火 凭什么他在我后头呢 万幸的是 这个岳云鹏改成好媳妇 仰手给你嘴巴 你疯了尿死啊 砸了 说起岳云鹏如今的名气 那是众所周知的 他不止在相声界举足轻众 就连在影视综艺方面 也有这一席之地 而岳云鹏能有今天这样的成就 除了要感谢师傅郭德纲之外 另一个人就是他的妻子郑敏 2010年的一天 岳云鹏与郑敏通过相亲所认识 但当时的岳云鹏 还只是个在德音社打杂的 而郑敏已经是一家医院的护士 由于郑敏的这份工作 别说放在当时 就是在如今这个社会 有这样一份正派工作的女孩 也是很多家庭最看重的媳妇 别的不说 就说岳云鹏和郑敏当时的差距 普通人肯定觉得 人家女孩看不上他 可缘分偏偏就是这么巧妙 两人刚认识没多久 岳云鹏的姐夫就生病住院了 恰巧就住进了郑敏所在的医院 一来二往 两人渐渐的熟悉起来 起初郑敏觉得这个男子 十分诚实憨厚 看他的相声 就觉得他十分有才气 就这样 两人看似不可能在一起的人 走到了一起 就是岳云鹏 他一上场 咋都能想两三分钟 就张不开口 就欢迎他 就红成这样 他有膨胀的时候 哎呀 我红了 跟他媳妇说 你看我现在的红色 我都这样 我太了不起了 媳妇轮圆了 给他一大嘴 真假的 没事 所以说这个老话说得好 家有贤妻 丈夫不做横事 所以我跟他说 一定对这媳妇得好一点 既能吃家 又能过日子 又能把家 还能观证你的思想 这也不容易 郑敏一巴掌打醒的岳云鹏 成就了如今的德云一哥 网上不少消息 可以看得出来啊 证明本人 不像别的明星妻子那样 雍容华贵 他为人低调本分 衣着打扮呢 也是十分的简洁大方 看待事物 永远都保持尊重 记得岳云鹏 走红之后的一次演出 师傅郭德纲 将他排到了 倒数第二个出场 对此呢 张艺兴飘飘然的岳云鹏 心声不满 回到家后 就对妻子埋怨说 凭什么高峰没我火 还要在我后面演出呢 熟悉相声表演的观众都知道 演出的顺序和地位密切的相关 前面都是暖场 跃到后面才是正题 而一旁听到这些话的证明 看着刚刚红起来 就捧着岳云鹏 二话没说 直接给了他一耳红 并且说道 你要忘本了 忘了你是从什么情况 到今天这个地步的 可就算妻子跟他这样说 岳云鹏呢 还是想不明白 师傅到底为什么这样做 最后他便去问郭德纲 而郭德纲听到他的来意后呢 便同他好好的说教了一番 晚上半夜找我 师傅 你看今儿发生这么一事 我跟你说 我说高峰啊 比你们的火也辞是 人呢老是 听人家听的是滋味 听你们是解渴 你们是凉白开 紧不凉水 真痛快 但是高老师呢 是铺的酒 不是每个人都能喝酒的 所以说你不能用 台上一时的效果来缺和 而听完师傅的话后 他顿时明白了 其中的永心良苦 很正常 凡是德云社 火了的孩子 头一个都得先从高老师去开刀 得先骂完高峰 然后再膨胀 这是必经之路 郭德纲曾经说过 每一个徒弟能火 都是从看不起高峰开始的 而事实呢 也确实是如此 从那一巴掌过后 月云鹏变火了 不仅事业有成 家庭呢 还幸福美满 那一巴掌 丝毫没有影响到 两个人的感情 就在之前 月云鹏还因为 为妻子做手工包的 图文上了热搜 郑敏在社交平台上 放出了一组月云鹏 做皮包的照片来 并且吐槽到 说月云鹏太抠门了 原因 竟是月嫂看上了一个包包 但月云鹏 在知道包包的价格后呢 表示自己也能做 而月嫂听到后 表示月云鹏能做出来 他就背他做的包包 结果呢 回去后 月云鹏还真的 有模有样的做出来了 不仅如此 月云鹏连做了三四个款式 不得不说啊 这手艺还真的是不错 看来若是哪天 月云鹏不说相声了 也能靠做包发家致富 不过话固然是这样说的 但月云鹏和正女之间 这种啊 简简单单的爱情 还真的是让人羡慕呢 其实月云鹏的走红啊 固然离不开自身的勤奋和努力 郭德纲的力捧和支持 但同样也少不了 妻子正面的功劳 正是有这样一位 身名大义的妻子 在身边月云鹏 在走红的道路上 才没有被名利 欲望遮住双眼 才能不忘初心 到达今天的成就 不知道大家如何看待此事 我是德哥 咱们下期再见 相声演员之所以成功 不仅是靠自己的努力 还需要一个能接活的搭档 这样才可以发挥出最好的效果 月云鹏能成功 离不开自己的师傅 更离不开搭档孙月 月月这对黄奸搭档13年了 算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不仅在相声演出市场炙手可热 还多次登上了春晚的舞台 后面几次 更是春晚上唯一的相声节目 2009年 德云社三里团剧场开业 孙月被找来顶场搭档月云鹏 两人配合相当默契 后来孙月带领一新社的 十多个人投奔德云社时 正好赶上了月云鹏搭档 有事需要暂时离开 郭德纲准备捧小月月 就让孙月为她捧跟 从这开始 两人正式组成了搭档 按照相声街的论资排辈呀 虽然41岁的孙月 只比月云鹏大了6岁 但却是她的师叔 在舞台上 小月月经常调侃孙月是师叔 但是呢 台上还是恭恭敬敬地叫她孙老师 而月月两人从刚开始合作时 孙月便给月云鹏立下了规矩 黄的臭的脏的段子 一律不准说 每次小月月在台上报租口 孙月都会拦着或者直接训她 每次发现小月月打擦边球 打得起劲时 孙月都会劝她 她文化程度也比较高 然后我们俩刚开始搭档的时候 会说一些个石尿 她就会控制我 她说你再说那样的 我就不给你捧了 她说不高级 不高级 你登不了更大的舞台 忍痛割爱 把那些东西扔了 将孙月的话 记在心上的月云鹏 摒弃了很多的包袱 开始写新的段子 搞创作 直到欢乐喜剧人开始 为了比赛不停的写段子 月云鹏才感受到了 孙月当初坚持的妙用 然后开始创作 开始把我们的东西 拿到喜剧人的舞台上 我发现不困难 甚至游人有余 说大话 游人有余 再回头想想 都跟她的坚持是有关系 月云鹏节目中谈及孙月 直言表示 对孙月当初立规矩的坚持 很是感激 也正是因为有了孙月的引导 月云鹏才渐渐的提升了自己 相声的格调 同时呢 也为后来登上春晚舞台 奠定了基础 月云鹏刚出名时举办专场 含味感谢孙月 系数师叔的好 孙月捧根 对月云鹏的提升是全方位的 他们一起创作新段子时 孙月会大方的 同月云鹏 分享自己的舞台经验 告诉小月月 有什么问题 怎么改 怎么说 才能更好 在台上 孙月和月云鹏相视中 不必多言的默契 一人笑 一人看 眼中所有的 有着的都是满满的欢喜 每次月云鹏返场唱歌唱戏时 孙月在后面都会认真地 看着月云鹏 小声地跟着唱 他对月云鹏的关心 守护体现的是淋漓尽致 反过来 月云鹏也是很疼爱孙月 他还写过一首 一回声二回熟 每次他唱这首歌 都会特意地去看孙月 因为孙月在后来呢 也出过几首歌 于是在反场时呢 月云鹏经常要求孙月表演 而月云鹏自己呢 便默默地走到舞台的角落 面带微笑地看着孙月表演 还会拿着手机 为他录下全场的画面 月云鹏常说 自己和孙月在一块 时间比他媳妇还要久 还曾经在公开表白孙月 要搭档一辈子 在相声界有这么一句话 搭档如夫妻 而这对携手走了13年的夫妻感情 更是好比偶像剧海田 在之前的一次520的时候 月云鹏在社交平台上 写了一篇小作文 深情表白搭档孙月 直言风风雨雨 都是你陪我一起 很多人看完后纷纷表示 开始还以为 是他要表白自己的媳妇 谁能想到最后爱他的 竟然是搭档 月云鹏老婆正敏 看完之后 直接转发了他的这条动态 还特意配了一个 黑人问号脸的表情包 月云鹏在参加节目时 也多次聊到 果和孙月的搭档情 在节目中 主持人问道 如果换搭档 你们想换谁 孙月一点不客气的表示 想找三哥 这时一旁的月云鹏一听孙月 想找别人搭档 瞬间吃醋质问道 你就喜欢和刚红的人在一起 而孙月也毫不甘示弱的回怼 我想和红的人在一起 一句话 调侃月云鹏已经不红了 而同样的问题 抛给月云鹏时 他却看着孙月说道 我谁都不选 这辈子就是你 孙月一边心里感动 一边脸上还不好意思 德云女孩常说 不限鸳鸯 不限仙 只限郭德纲 有一千 今天我们也可以换个说辞 不限鸳鸯 不限仙 只限月云鹏 有孙月 不知道大家如何看待此事 我是德哥 咱们下期再见 在郭德纲的这些徒弟中 月云鹏绝对是目前发展的最好的一位 当年 林薇寿命抓住记忆的月云鹏 如今也终于在相声界站满了脚跟 而就在2016年8月30日 德云社的钢丝节开幕仪式上 月云鹏正式收徒 成功收获了三个徒弟成为了师傅 这三个徒弟不是别人 正是如今逍遥名气的刘小平 尚小菊 许小卒 也正是这三个徒弟 让月云鹏被网友们戏称为 剑门有后 因为月云鹏最开始给大家在舞台上留下的印象 就是耍剑卖萌 这是他的舞台风格 也正是因为这个风格 让他用最短的时间收获了一批观众的喜爱 而小月月的这三个徒弟深得他的真传力 两个在台上 一个在身后 表现出的风格很有见门风范 尚小菊曾多次与师傅月云鹏合作 更是在月云鹏的跨年专场上 与师傅与师爷孙岳合作了一段八马逛 由此呢 也就意味着尚小菊 孙子昭这对搭档 是德文社第三代里面即将力捧的小拳 上校局演唱流氓版七月上 挑衅师傅月云鹏不会发酒光格 相比较其他两位师兄弟 尚小菊的风格会更与师傅月云鹏更加相像 但他的性格更活泼一些 所以既有师傅的影子 又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不仅如此 抛开和师傅相像的表演风格外 尚小菊的嗓音也颇得年轻观众的喜爱 在之前师傅的商业反场上 尚小菊改编的一首七月上可谓是点阳了全场 我遇上风破浪 踏遍荒沙海洋 与其我会抵抄 也要红红游望 我愿你是姑娘 从未红星不浪 可以说在舞台上的表现力已经是愈发的成熟了 不仅在台上为观众表演时会搞笑 就连在生活中 尚小菊也经常表现出很搞笑的风格 就像之前的一场上演结束之后 师傅岳云鹏发了八张照片 被粉丝戏称永远学不会发个九宫格 而作为徒弟的尚小菊 马上就在自己的微博上发了九宫格 表现得不像是旧场 更像是对师傅岳云鹏的挑衅 看来这是不怕挨师傅的打呀 而相比于尚小菊刘晓婷的求生欲就强多了 刘晓竹花式要求加薪 刘晓婷多次给师傅摘字 看过刘晓婷演出的都知道她是典型的 属于既想怼师傅 还不想被处罚的那种 就在之前 岳云鹏在社交平台上发文 声称自己的吃火锅吃多了 走路有了些许的变化 二哥见状直接留言就是哈哈哈哈的大笑 而在听到尚小菊说师傅找他谈话时 才赶忙爱他了岳云鹏说自己错了 别看这一瞬间她好像求生欲满满 但实则丝毫不影响她下次获获自家师傅 在一次小剧场演出时 二哥不仅敢直呼师傅的大名 还顺带给师傅摘了字 提起我来可能没有什么知名做武士 提起我师傅来吧 您师傅是谁 龙邦 虽说二哥除了师傅以外谁都不怕 他现在是连师傅都不怕了 但要说起不怕岳云鹏的 就不得不聊聊他的三徒弟徐小竹 冲冲的奶奶跟我妈妈是亲姐妹 所以说我拿都没办法 我也不能开除 虽然我每天都想开除 经常关注岳云鹏的人都知道 他常常会发一些 和他助力冲冲之间的较量 特别吵 我说冲冲你能让我睡会儿吗 他说啊 我说你能让我睡会儿吗 他说好吧那你过来吧 当时懵 而师傅二人之间的对话呀 让人看到的网友是喜不自禁 比如在和师傅聊天时 会说我想加薪 还有向游新生等谐音梗 来提醒老板涨工资 网友们看后呢 纷纷表示 这样的助力还没有被开除 是运鹏太顾及师徒勤奋了 从方方面面 都能看得出来 运鹏和自家徒弟相处的是很不错 师徒父子大概也就是这半了吧 不知道大家如何看待此事 我是德哥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